一言黄宗泽去年7月被踢爆暗交女星陈佳环半年 陈佳环多次被拍到进出黄宗泽的寓所 但当时两位当事人一致否认恋情 但到了今年的12月22日 黄宗泽被爆出在过去两年一直是脚踏两只船 原来他还有个正牌女友 是在2015年合作聚集《我的真命天女》时 插出爱火的张莎莎 据悉女方今日现身香港宣誓主权 令陈佳环才得知自己做了两年小三 更不得不从黄宗泽的寓所搬出 目前住在香港尖东某酒店 黄宗泽和张莎莎的绯闻 打从黄宗泽在12月13日39岁生日当天开始 张莎莎高调到黄宗泽开工的片场探班 并和郑佳颖拍合照 并上传到社交网上 而黄宗泽的背影也出现在各种合照中 由指今年中秋时两人还曾密游日本 对于被提报一脚踏两只船 黄宗泽回复港媒表示 当笑话去看啦 他们两个都是我的朋友 而陈佳环也表示 自己和黄宗泽只是朋友 不过不少网友就翻出 黄宗泽和胡兴儿当年在一起时 也曾经出轨的旧账 称他死性不改 劈腿也不奇怪 魔方全媒综合报道